以前可能很多都是很传统的行业 你没有去打破它 但是新时代的年轻人 就用自己的想法去打破那个传统的行业 我们现在会遇到很多的顾客 他其实已经陪伴我们很多年了 他可能从他一个人 回来我们这边比如拍真见照 然后呢会拍职业形象照 等他比如说有了男朋友之后 他会来拍情侣照 后来他结婚了拍结婚登记照 然后可能有了宝宝之后 然后来拍全家福 然后来拍他宝宝的照片 养了狗来拍宠物照 然后带着他爸妈一起过来拍新年的时候 这样子的这个照片 帮他们记录到他们人生当中 一段一段一段很重要的一些经历 就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所以下一次也可以 下一次我联系你 带着爸妈去 把每一年大家的这种情绪记录下来 听完之后我想到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创业得到的回报 其实是你帮助解决了这些问题 带来的回报 就比如说像他 吴馆长解决的是大家找不到 比如说有好看的证件照 你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这是你今天创业的回报 像张馆长他可能就是解决了一些 比如说大家不知道 我这个小猫 我应该怎么样才去更好的去 饲养它 对 你解决了这些问题 所以你得到了你今天创业的回报 是的 之前其实有一个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 我们要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产品 不要担心他不赚钱 这个社会会愿意为你这个价值产品买单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矜持 我们做有价值社会行业价值事情的一个初衷跟动力 如果有一个创业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你会选择吗 其实我还挺关注这个领域的 就是创业这个东西 比如说结合我自身的兴趣 或者说我对未来的一些发展判断 我可能会关注比如说医疗健康 消费升级 5G 新单元这方面的东西 像我前段时间会刻意去了解了一个光伏太阳能发电的东西 因为我感觉到比如说像很多工业园区也好 居民楼也好 大片空置的屋顶 它如果能用来产生一些清洁的能源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效益上的问题 也是一个节能环保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是可以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 可以绵延福祉 因为当你说出这些的时候 会和我看到的社交平台上的你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句话 我想送给电视机前的创业者们 也是我前段时间看到的 他说一个人比如说想要好的生活 想住大的房子 想开好的车 想要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伴侣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是创业的话 你要记住这是你的欲望 而不是你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能解决大家需求的事情 我现在做的是演员 做的是相对公众的一些行业 我希望可以通过节目采访 就表达一些好的一些导向 好的观点给大家